12月15號 在中共第四屆國家發展論壇上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毅平 發表主題演講時指出 未來中國存在三大新挑戰 其中包括低成本優勢喪失、人口快速老齡化 以及逆全球化政策 其中逆全球化是中共首次承認的最新挑戰 因而備受外界關注 所謂逆全球化就是與全球化的過程相反 也就是把全世界各國及地區 因為全球化而導致的相互依賴、整合、回退 去年大紀元時報發表社論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指出 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 有人歡呼歷史終結、意識形態終結 有人擔憂文明的衝突 但很少有人意識到 共產主義正在以新的面目、打著新的旗號 迅速征服整個人類社會 這個旗號就是全球化 旅美經濟學家程曉農曾撰文指出 許多西方學者一直錯誤地相信 經濟全球化會把中共引上民主化的道路 故意忽視了極權政府支配下的超大經濟體 加入經濟全球化之後的不良後果 這個超大經濟體通過吸引各國的投資和技術 形成完整的產業電 然後用廉價商品、擊垮發達國家的製造企業 佔領全球市場 最後造成全球經濟對該國的經濟依賴 中共它是希望全球的經濟生活越來越頻繁的交往過程中 把它控制中國社會的那一套 言論的控制、思想的控制 經濟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 把這些東西擴大到國際上 最後在國際上形成一個它所能夠左右的那麼一個局面 取代美國形成它對全球的這種控制 這種什麼厲害了我的國啊 實際上就是厲害了我的黨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 享受著發展中國家稅率優惠等待遇 使得中共的經濟規模越來越大 當它認為自己已經具有崛起的實力時 就開始按照自己的需要操縱全球貿易 從各國奪取技術 對國際社會的傷害越來越大 而世貿組織面對一個不講道理 耍無賴的巨無霸 訴受無策 中國是詳盡了這個WTO的遊戲規則的玩法 儘管它在世貿組織的中裁當中受挫得也比較多 退一步來講吧 WTO輸了99單 有一單盈利 對中國歷史上的特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那種 國際性的貿易規則來講都是一單盈利 去年受到全球化傷害最大的美國政府開始宣布 退出一系列國際化組織後 中共惱羞成怒 除了反復撰文吹捧全球化的好處 還在各種國際會議上指責一些不主張全球化的國家 使保護主義抬頭 藍述指出 實際上中共利用老百姓的血汗前滲透 收買全球化機構官員後 操控這些機構 反過來在破壞全球化 日前媒體爆出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 常年向中共政府告密 提供參加聯合國日內瓦會議的人權捍衛者名單 把利益基礎之上去獲得他自己的利益 12月11號 世貿組織WTO的關鍵功能 爭端解決機構 因為缺少法官正式停擺 中共喉舌又連番發文 表達其失望和憤怒 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龔勝利說 儘管停擺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但其實 中國生產成本增高 也是中國在全球化中遇到的災難性問題 程曉農在文章中表示 中國最希望全球化完全不變 可以繼續佔大便宜 但是 全球化正步入其自身造就的陰影之中 人們將不得不重新認識今後的全球經濟格局